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继续进行这一张 不完全竞争市场相关内容的讨论 我们在之前已经研究过了 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些相关内容 在上一章的内容里面 我们学习了一些什么 学习了对市场类型划分的依据 完全竞争市场它是属于具有什么样的特征 完全竞争市场它的短期均衡长期均衡 它的供给曲线需求曲线是怎么划的 是什么样的形状 还计算了胜胜余以及福利 以及福利在各种情况下的变化和损失 那么依据我们在上一章学习的 四个划分市场类型的依据 我们这一章来研究 它们所划分的不完全竞争市场 在我们上一章我们已经知道了 对吧 不完全竞争市场包含了哪三个呢 包含了完全垄断 对吧 垄断竞争和刮头三种类型的市场了 那么我们这一章呢 就会把这三种类型市场分别的来进行讨论 那么很显然我们这一章内容就分为垄断 垄断竞争和刮头三个部分 垄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完全垄断 为什么把刮头放在最后呢 是因为我之前在上一章给大家说过了 刮头这个市场类型 在这一部分中是最复杂 也是最难掌握的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最后面 作为一个难点去攻克它 首先我们来看完全垄断 也就是垄断 根据我们上一章学习完全竞争市场这个顺序 一样 我们还是先去了解垄断市场的特征和定义 了解了它的特征和定义之后 我们能够更好的从它所具的特征和定义出发 去研究这个市场的经济状况 是怎么样运行的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垄断 垄断是指这个行业中只有唯一的一个厂商的市场组织 这叫做垄断市场 它具有三个特征 一市场上只有一个厂商生产和销售产品 二产品不存在任何相近的替代品 三其他厂商进入该行业都极为困难或不可能 对比我们去归纳完全竞争市场的特征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发现垄断市场的特征只有三条 对不对 这个不对 市场上只有一个厂商生产和销售产品 产品不存在任何相近的替代性 这说明什么 说明垄断厂商 它是价格的控制者 它对这个市场价格具有完全的控制 其次 它说任何厂商进入该行业都极为困难或者不可能 说明它是我们第一个条件的一个延伸 说明垄断市场 它的行业是绝对垄断的 那么对比我们之前所掌握的这个完全竞争市场特征 我们会发现它这里面少了一个条件 少了一个信息的条件 对吧 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个理解来想 垄断市场 它这个厂商对信息的控制应该是很强的 它应该掌握很大的信息 垄断厂商对消费者信息应该是完全的 而消费者对垄断厂商的信息应该是不完全的 对吧 这是我们根据我们之前学过的知识 推导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里没有提呢 是因为垄断 在这个过程中 垄断厂商由于它对信息掌握的不同程度 它的垄断也会分为不同的类型 虽然我们没有把这个垄断的市场类型进行具体划分 但是会出现不同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这里信息 信息的问题 要打一个问号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在之后我们会进一步去讲 怎么由于信息的不同 造成了这个市场组织类型的不同 这里呢 先给大家卖一个关子 我们继续往下看 知道了垄断市场的特征之后 我们要问一问了 那么我们知道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那么也一定没有无缘无故的垄断 这个市场上是什么原因造就了 这个企业的一家独大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行业上 这个企业成为一个霸主 那么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们来探讨一下 垄断 尤其是完全垄断形成的原因 其实垄断形成的原因 也可以从它的原因出发 把这个垄断归结为四种类型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 对关键性原材料 专门技术 独家占有 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生产需要投入 那些原材料 或者使用一定的技术 那么如果这个企业 对这个材料 或者说这个技术 是独家占有的 除了这个企业以外 其他的任何企业 都获取不了这种原料 或者说获取不了这种技术 那么它就会形成垄断了 我们知道 在假设说 举这个石油公司的例子 我们知道石油 你要开采石油 必须要有这个石油的储藏 你能勘探到石油的储藏才行 对吧 假设说全世界的石油 都被一家垄断了 或者说勘探石油这个技术 都被一家垄断了 那么它相应的 就会形成这种完全的垄断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情况在现实是没有发生的 我们只能去想象它 它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形成垄断 第二拥有一种产品的加工权或加工过程的专利权 这个第一个叫做技术垄断 是通过技术或者对原材料控制实现垄断 所以叫做技术垄断 第二个叫做专利垄断 我们知道你的发明创造 你的原创性的东西 它是都有专利权的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专利权来实现垄断 假设说 我们哪位同学发明了一个 什么 发明了一个会飞的汽车 对吧 这个时候你对这个东西想有专利权 你再把它卖给一家公司 或者你干脆自己开一家公司来生产这个汽车 那么你至少在这个行业里 目前为止 你就形成了它的垄断 这是专利垄断 第三个 政府颁发的特取权 这个很好解释 对吧 有些行业是政府限制进入的 比如说我们供水最典型的例子来 比如说盐 这种涉及到国际民生的行业 一般都是要由政府颁发的特取权 你才允许你进入 那么这种就形成了特取的垄断 第四个 自然垄断 行业门槛高 自然而然的形成垄断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通讯 我们知道通讯不光说我拉两个天线 对吧 就可以了 需要建设大人的基站 只有你的基站遍布的够广泛 所有的地方都能覆盖 大家才会用你的网络 因为如果你的基站就只能说 我从这通到你这 那也就我们两个用一用 对不对 那其他人肯定不会用你这个通讯 所以他要投入的前期的基础设施非常大 再举一个简单理解说 比如说铁路 他前期要比如修建铁路 然后要修建相应的设施 所以说他的前期投入非常高 行业门槛非常高 所以形成了自然垄断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垄断形成的原因 也可以通过原因归结出四种垄断的类型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垄断 虽然我们有四个原因 但垄断往往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举的 我们可以把这种石油或者是铁路 或者是供水 或者说盐类 就是盐液的供应 看作一种垄断 但是我们会发现 就拿石油开采 还有通讯供水来说 他们既有自然垄断 因为这个行业的前期投入是非常大的 对吧 同时 比如说供水 它需要政府办法的克制权 所以说 你看他们的这种垄断 并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 所以说很多的垄断 是由这种 多种原因造成的 再比如说之前微软对操作系统的垄断 那就是由于它的专利 它的操作系统具有专利 同时它对这个操作系统的编程 具有独家的技术 所以它形成了它的垄断 这是我们对垄断这个原因 需要注意的一个内容 首先掌握它四个内容 通过这四个方面 我们可以归结出四种垄断的类型 其次我们要注意 垄断它不是由多单一原因造成的 它可能是有多种原因 共同作用形成的 最后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在我们现实的经济生活中 完全垄断几乎是不存在的 这一点在最开始给大家去讲 这个四种市场类型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提到过 对吧 完全垄断和完全竞争 是两种非常极端的理想状态 完全竞争是我们理想的效率最大 最自由的一个状态 那么完全垄断就是从它的对立面 完全的对立面出发 所得到的一种状态 所以这两种状态 任何一种都是在现实生活中 几乎不存在的 这里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所以我们找的例子 只能是尽可能的去接近它 而不可能完全等于它 知道垄断厂商形成的原因 和垄断的一些特性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垄断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 是什么样的 垄断厂商的需求曲线很简单 它就是垄断厂商 它所面临的需求曲线 就是市场的需求曲线 或者说市场的需求曲线 就是垄断厂商所面临的需求曲线 为什么 因为厂商是唯一的 所以说这个市场 它有多少的需求量 这个厂商就卖多少需求量 所以市场的需求量 就是厂商的需求量 其次 垄断厂商 我们之前说了 它可以怎么样 它可以控制价格 所以厂商 它可以通过改变销量 来决定价格 我想卖这么多 或者说我想卖这些钱 我就卖这么多 我想卖P1 我想让我的东西 全部以P1的价格卖 这个和我作对 我想让我的产品 全部以P1的价格卖出去 那我怎么样 我就规定一个Q1的销售量 对吧 它就规定一个Q1的销售量 这样它就可以以P1的价格去卖 去卖这么多的东西 对吧 算了 不管它了 所以我们需要记住两点 一 厂商的需求曲线 就是市场的需求曲线 因为厂商所面临的需求量 就是市场的需求量 其次 垄断厂商 它可以控制价格 它可以通过改变销量 来决定价格 也就是说它想卖多少钱 就可以卖多少钱 非常任性 在掌握了垄断厂商的需求曲线之后 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垄断厂商的收益曲线 为什么要先掌握垄断厂商的需求曲线 再来探讨收益曲线呢 首先我们在研究完肥金市场那一部分 已经大概了解到了 垄断厂商的收益曲线 是和垄断厂商的需求曲线有一定关系的 第二我们通过这个需求曲线数量 价格P和Q的这个关系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导出这个厂商的收益 通过厂商的收益 我们通过收益与成本的比较 可以导出厂商的利润 进而我们可以导出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 那么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就是厂商生产的最优条件 也就是我们要找的厂商的那个均衡点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垄断厂商的收益曲线 说到收益曲线 大家应该不难想到 对吧 我们这里要研究的三个问题 总收益TR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价格P乘以数量Q 平均收益AR它等于总收益除以Q 边际收益MR它等于总收益对这个数量Q的导数 那么我们就分别来看 首先来看AR它等于TR乘以Q 也就是P乘以Q在比上Q 那很简单 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P 那P是什么 我们之前说过了 P就是这个厂商面临的这个价格和数量的关系 也就是说这个市场的需求曲线 那么也就是这个厂商的需求曲线 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 平均收益曲线AR它是和曲线D 也是需求曲线重合的 那么看了需求曲线 这个平均收益之后 我们再来看编辑收益 在看编辑收益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假设 假设它的这个需求函数 是一个线性的需求函数 也就是价格和这个数量的关系 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我们把它假设成P等于A减去BQ 什么样的是这种线性的关系呢 就比如说这种Y等于KX加比 这是我们最常见的 这个鞋子板它和我较劲 它和我作对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线性关系 就是一种依次的关系 我们把它假设成P等于A减去BQ 我们就可以求出T2 它就等于P乘以Q 等于A乘以Q减去BQ方 进一步对它求到 可以得出来MR等于A减去RBQ 这里面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假设的P是等于A减去BQ 那么AR也等于A减去BQ 但是这个不听话的MR 它不按套路出牌 它把我们的对形破坏了 它等于啥呢 它等于A减去RBQ 差别就在这里 对吧 很显然的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MR的曲线的斜率 是AR曲线 或说D曲线斜率的二倍 也就是说OF的距离 是OG距离的二分之一 MR曲线与横坐标的交点 恰好是MR曲线或D曲线 与横坐标交点的二分之一 这是我们发现的MR曲线 与AR曲线的一个规律 同时我们还发现T2 它等于什么AQ减去BQ方 我们观察这个函数的形式 很明显的可以发现 它是一个先增后减的函数 而它的最高点在哪呢 在Q等于二分之B A比上二分之B 那么恰好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个点就是MR与横坐标的交点 同时这个D曲线 或者说我们的平均收益曲线 它与横坐标的交点 就是Q等于B分之A 正好是什么 正好是它的二倍 也就是说在MR等于0这一点 T2它达到最大 在AR等于0这一点 T2等于0 这是我们得出来的一个 MR AR TR之间的一个相互关系 但是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在完全正式上时 讲过来的一个内容 不对劲 这里面有猫腻 是不是 我们在讲完全正式上的时候 我们说了什么 P等于AR 等于MR 等于D 对吧 它们四个是充合的是 一条水平的直线 而我们在这里发现 我们四个人出发中途 少了一个MR 为什么 首先我们要知道 在完全接触市场上 我们之前强调了 它是一个什么 完全接触市场上的厂商 都是价格接受者 所以 它的价格P 是固定不变的 也就是说 它的价格P和Q 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 对Q求到 P就是一个常数 所以 在完全接触市场上 我们可以得出来 MR 等于 AR 但是 在完全融合市场 这种情况 显然是不可能的 P是和Q 息息相关的 因为 垄断者 或者说垄断较商 它要通过决定Q的数量 来决定市场价格P 所以它们两个 是相互影响的 那么也意味着 MR 不可能 和AR重合了 对吧 同时 我们需要注意到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前例 假设是什么 我们假设 区求曲线 D 它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我们把它假设成了 P等于 A减去BQ 那么 可以设想 没有这个假设 我们的这个条件 也是无法达成的 也就是说 没有这个假设 MR的斜率 就不会是 AR斜率的 而被 所以 就是由于 1 是完全市场的 是完全隆到市场的特性 以及 我们这个前提假设 才得到了这个结果 这是这里需要大家注意的一个地方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 它们之间弹性的一个关系 通过这个弹性的影响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逆弹性规则 这个逆弹性规则 在我们求解自由条件的很多情况 都可以得到应用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条件 首先 我们算T2 它等于P 乘以Q 那么我们再来算M2 我们假装 不知道这个逆弹性规则 我们就算M2 我们算M2 它就等于 P 加上 P 加上 Q 乘以 DP 比较 DQ 我们发现 这个形式 好眼熟 四层相识 想一想 它好像凑一凑 变一变 就是我们的弹性 对不对 我们把它同时处以P 然后再把它倒过来 前面加个负号 不就是我们的弹性了吗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做一步运算 把P提出来 它就变成了 这里少了一个Q比P 把P提出来 就变成这样的形式 我们一看 这个 把它加一个负号 不就是我们的需求价格弹性吗 那么很容易的 我们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那这样 我们就得出了 边际收益 和需求价格弹性 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们知道 在很多情况下 它是等于MC的 那么我们又通过 它和它 把边际成本 与需求价格弹性 联系到了一起 这个在我们以后的解析中 会有很大的用处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继续我们刚才的分析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总收益是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 它最高点 是边际收益为零的点 它的为零点 是平均收益为零的点 那么来看一看 这个上面跟弹性有什么关系 在中间有一点 也就是说 边际收益为零那一点 总收益达到最大值的那一点 弹性应该等于多少呢 边际收益为零 那么我们可以算 看到弹性为一 对吧 那么在弹性为一之前的每一点上 总收益是增加的 我们知道总收益增加 它的弹性一定是 总收益随着数量的增加还是增加 那么它的弹性一定是大于一的 对吧 在我们最初讨论弹性的过程中 已经说过了 在如果说弹性大于一 那么它的收益会随着数量的增加还是增加 如果说它的弹性小于一 那么它的收益会随着数量的增加而减少 所以在中间某一点 也就是边际收益为零的这一点 这个需求曲线的弹性为一 在这之上 或者说在这之左 它的弹性是大于一的 边际收益大于零 总收益随着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在这之后弹性小于一 总收益小于零 边际收益小于零 总收益随着数量增加而减少 那么这个就是总收益 边际收益 还有平均收益 与弹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当然最重要的是大家要记住 我们的逆弹性规则 以及逆弹性规则是如何推导的 这个过程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我们算一步什么 算一步编辑收益 然后进行一个简单的化解 把P提出来 然后在前面加一个符号 把它倒过来 就正好是我们需求价格弹性的形状 这是逆弹性规则 掌握了需求曲线 掌握了收益曲线 同学们可能会想 你怎么迟迟不提供给曲线的事 因为垄断厂商它不存在供给曲线 有些人可能想 我不能想象你说的话 什么叫做垄断厂商不存在供给曲线 还有不存在供给曲线这种操作吗 我们来看一看 为什么垄断厂商它不存在供给曲线 垄断厂商不存在供给曲线的原因 就是因为垄断厂商 它对价格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度 它可以通过产量和价格 通过产量的调整来控制价格 这样我们知道它的最优条件肯定还是MR等于MC 对吧 因为这个道理是横定的 如果说它的MR大于MC的话 它就多生产使它的收益扩大 如果MR小于MC的话 它就少生产使它的收益扩大 只有当MR等于MC的时候 它的收益才达到最大化 那么它就可以通过产量的调整 实现对价格的控制来实现MR和MC 所以说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厂商的价格和产量之间 就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一对应的关系 很可能出现一个价格对应两个产量 或者说一个产量对应两个价格 那么它的这个控制曲线就很难存在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是怎么出现的 首先我们来看左边这张图 需求曲线第一和需求曲线第二 在需求曲线第一的情况下 它的MR编辑收益是MR1 它和这个平均编辑成本有交点一一 如果说厂商调整它的生产 让它的这个市场上面临的需求曲线 变成了 或者说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 变成了第二的这个形状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MR是 它的这个编辑收益MR2是这样的 与这个编辑成本交于一二点 这样我们通过一一点和一二点 分别向上去做这个垂线 得出来数量Q1和Q2 向上交于第一 我们把它写为A一点 把它写为A一点 交于第二 我们把它写为B一点 那么可以很清楚看到 Q1Q2对应了 同一个价格PE 所以在同一个价格水平上 出现了两个产量 那么这条线肯定划不出来了 同样道理 我们来看这边 需求曲线 第一 它对应的编辑收益MR2 与编辑成本交于一一点 这个时候 厂商调整产量和价格 让它面临的需求曲线为第二 第二 它的编辑收益MR2和MC交于一二点 一点和一二点冲合所对应的同一个产量Q1 但是 在第一曲线上 它的价格为PE 在第二曲线上 它的价格为P2 同一个价格 同一个产量又对应了两个价格 那么它的攻击曲线也是不存在的 其实归根结底来说 就是因为厂商它可以通过自身对这个产量的调整 实现对产量和价格的同时控制和调整 因为这个市场的定价由它说了算 产量也由它说了算 所以说这个需求曲线怎么变 完全是它来说了算 那么 对于它来说 它不需要尊重这一条固定的这种需求曲线 来进行调配 所以说它最终可能形成不了一一对应的关系 所以归根厂商的工具曲线是不存在的 那么我们这一部分需要记住的重要内容就是 归根厂商的工具曲线不存在 因为它可以对产量和价格同时调整 可能会出现同一个价格对应了两个产量 也可能会出现同一个产量对应了两个价格 那么它的工具曲线不存在